像耀封1那单独一双 还有耀封2的高帮和低帮其实我都做过 我个人印象其实耀封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一代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 由PHEW向上见独家冠名播出的FU 这些东西我是中大师 这一期呢给大家聊 这个在后台催更的还蛮多的一对球鞋 对吧 耀封3 首先呢 这个三代颜值上面来说 我觉得是要比二代要好看的 但我心里面觉得最好看的 还是这一双一代的耀封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就是开始即巅峰就是这种耀封 因为当时我对它这个A-Shirt脚感 是非常非常感兴趣 或者说是觉得非常不错的 那么到了这双3以后呢 它会有什么惊喜 或者说有什么惊吓呢 其实这种好想看 首先呢 低帮高帮两个版本呢 就是一起发出来的 包括这个低帮还跟某著名这个 篮球网络平台对吧 做了一个联名卖的挺贵的对吧 我们群里面有人讨论 然后这个呢 就是普通的发售版本 首先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就是二代和一代用的是网面加皮 一个这种材质 它在三代上面直接飞跃到一个编织鞋面了 而且这个编织鞋面本身 它的强度要大于厚度的 它的整个鞋面是没有什么可伸缩空间的 就比较紧 然后上面还有这种透气小孔 这个编织面量会比清奇冰4要好不少 然后呢 内侧部分还有这种比较大透气孔 说夏天穿这双鞋打球 闷脚是应该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鞋帮部分呢 有一个比较 我个人觉得它比较好看的设计 就是从中底外底一直到后跟部分 有个全包围的外质软质橡胶的包袱 然后呢 在这边还做了一个穿插 跟我们这个鞋带 这个飞线一样颜色的 这个黄紫 也是耀风的主要配色吧 这一季 然后还做了一个鞋提 里面部分呢 还是有一个港宝的 就是说外面有一层 里面有一层 所以看起来这个后跟包裹 我是不是觉得还不错 对吧 两层 然后鞋舌呢 用的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这种 编织的面料 里边填充的不是特别多 上面呢 还有一个鞋提 这种鞋提的设计出来到这儿 我觉得还不错 对吧 穿脱起来会更加方便 鞋带呢 用的是这种编织密度比较高 然后软 圆的那种鞋带 圆形鞋带呢 在打球过程中 应该脱落的情况 会比扁鞋带会几率大一点 中底部分呢 就外了一点点的A-Shack材质 像耀风一上面呢 是完全暴露的A-Shack 倒装三上面呢 就包覆的就是面积会比较大一点 前面是用橡胶的外底包住了 对吧 鞋底部分呢 就是纹路还不错了 又有横向的纵向的 还有人字纹 还有这种斜切的纹路 然后是大理石的这种质感 我觉得整体来说 整个纹路看起来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内部还做了比较大上翻 然后后跟也有上翻 就是抓地的各方面都能考虑到 而中底部分呢 是非常硬的 里面肯定是有支撑片的 所有弯折的部分是 还是集中在前掌的一个区域 然后呢 防侧翻这个上面 其实做的是不是那么出色了 你看我们正视图看的话 它基本上是跟我们的鞋面贴住的 然后腐视图看的话呢 也没有太多的外扩 内侧外侧都是收的比较汪利的 然后第一帮鞋呢 笼统过一下 它的高帮 高帮呢 其实完全是两个性格的 这边一看就 只能从配色上面 感觉出这是一个细的鞋 但是它们实际的设计 包括语言上面都是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这个鞋头部分 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 这个鞋的部分有点像哪双鞋呢 就是我大学时候买过双 叫帕拉丁的那种 在法国牌子好像是 就还挺有知名度的一个 算是越野工装靴品牌了 就是它的鞋头也是这样包起来的 那么到这双高帮上面呢 也是这样采用了一个包起来的设计 跟外底是连在一块的 而中底呢 采用了三色的设计 这边是蓝色的A-Shock 但是捏起来会比低帮的感觉软一点 中底中间部分呢 是黑色涂层黑色 后跟部分呢 是比较大的一块白色的A-Shock材质 然后内侧就是全开放的A-Shock 所以这双的包裹中底 是没有这个低帮那么严实的 对吧 然后它整体延伸的面积 比低帮大 外底 外边这块是跟外底一样的硬质橡胶 对防侧翻还是有比较好的 这种抑制作用的 然后外底呢 纹路也是完全不一样 对吧 这边有这种打孔材质把里边中底的A-Shock 直接外露出来了 这个设计看起来倒是有点那种 像气垫穿孔的吧 有点科技感的 本来是这种水波纹为主 中间部分呢 有一块 应该也是A-Shock材质的外露 它里面应该是有扣扭片的 因为 这一块啊 它的硬度是要比A-Shock硬的 然后弯折点的区域呢 也会发生在前掌 整体的一些三大件啊 做得还不错 鞋面 拼接材质 放皮革设计 然后鞋帮部分呢 是编织料 然后鞋舌用的是这种太空棉 这种摸起来 轻浮感还比较强 然后再往前 就是两个部分呢 一个是三分之一掌的这个 编织面啊 就是保证这个透气是没有鞋舌的 其实有鞋舌 但是它鞋舌是跟这个编织面是一起的 相当于是个整体的鞋舌了 然后前面部分呢 还拼接了一块这种 摁上去硬硬的 然后延展性很差 上面很多这种网球 高尔夫网球的坑 摸起来材质应该是合成材料 相对来说会硬挺一点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鞋带的设计 鞋带设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首先是跟这个拼接部分 有一个衔接 相当于是从侧面有个压力 把它提上来 所以说它鞋带是直接缝在针角上面的 然后在编织面 三分之一编织面上面呢 也穿插了一些 类似于动态绑定的线 这个线是我直接扯 是可以扯出来 并且把这个鞋舌给带走的 这个线是跟上边部分连通的 但是呢 它又起不到特别多的一个稳固作用 这样扯的话 它是单独存在于我们的鞋舌上的 所以看起来的话呢 整体的包裹感就会好一点 但实际上它能起到的锁定作用是比较少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活动的 然后后面三个鞋带孔呢 是坐在了这个护翼上面的 然后整体的高度还不错吧 然后后跟的部分会比前面高一点 上面还有个风字 颜色黄字 是耀风的这个主体色 然后整个logo的设计 我觉得倒还蛮出彩的 跟耀风一代上面这个涂胶的logo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它是用这种刚硬压的方式 把安踏的logo压出来了 然后值得说的几个点呢 它跟低帮一个差别 就是中底的差别 然后整个鞋型 包括设计上面都有很大差别 但是从性能上面来说呢 它的中底的外扣面积 是要比低帮大不少的对吧 而且后跟部分的稳定区域呢 也相对来说会更多 比如说整体来说 高帮的一个拿到手上的评价 是要比低帮好看 但是我个人觉得低帮的颜值 还是要比高帮好 上那么一点点的 这是我个人感觉 整个介绍差不多是这样对吧 大家有了解 然后我叔叔看 他们打起来的一个感受 低帮高帮一起来说 首先穿上脚以后呢 我个人觉得高帮部分的 中底缓震感觉 对我来说是更加好的 那么低帮穿上去呢 首先第一感觉是那种韧劲 它不是软 那么高帮穿上去呢 感觉又软又韧 那么鞋带系紧 包裹来说呢 低帮部分 无论我把鞋带怎么扯紧 我都感觉它的一个包裹性 都不会说有一个很大提升 就是绑松和绑紧 没有说一个质的飞跃 但是到这张高帮上面一绑紧 确实脚还不够的收缩 然后来自这两边的一个提压和挤压感 我是能够比较明显感觉到的 然后它们鞋型其实有一个差别 大家这样看 高帮部分的前掌鞋面 是要比低帮部分的低 就是它前掌的纵向空间 是要比低帮的少的 那么它打起来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前掌部分锁定感觉 相对来说挤压的感觉会强一点 然后脚背部分的锁定感觉会比低帮好 然后打起来以后 我先是穿着低帮打 我先讲低帮对吧 就有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发生 就是它抓地力非常不错 基本上你一脚一个钉子 就是跟那个插样一样啪啪啪 对吧 跟那个钉枪一样一脚一个钉子 基本上在地面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滑动和晃动 这个外底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但是对吧 又要butt了 在我打了两三个球以后 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 就是我在一次右侧往里凸的过程当中 我一脚踩死 踩下去以后 我的后跟基本上都要从这个鞋里面脱落出来了 然后整个力是往前走的嘛 然后我踩到这个鞋边的时候 整个鞋就这样 这样在挤压情况下 向前侧发生一个侧翻 我的膝盖就顺势这样 不是膝盖 线上我的膝盖对吧 我的脚踝就顺势这样扭了一下 第一次发生这个情况 当时我觉得可能是后跟包裹不到位 然后整体的一个前掌锁定还没有记得太紧 然后我又把我的鞋带系紧 然后把鞋带又重新系紧一下 调整一下 发现并不是扭得很厉害 继续又穿它打了一会儿 然后在扑出来防守和挡着一个过程当中 我脚踩下去 再一次我整个脚都会往前跑 就是脚在这儿 正常穿是这样的 然后一个急停就杀到这儿了 然后整个后跟跟鞋跟是完全空出来的 所以说后跟它其实包裹做得很好 但是由于它整个帮行过低 然后整个鞋面部分的一体性不够强 就鞋脚一体性在鞋面来说是比较差的 所以说我在穿着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脚飞出去的情况 然后防侧帆做的真的是有一点问题 我只要是大力蹬 蹬踏地面 就不需要什么太多动作 我就是一个转身踩到三分线往里走的时候 这个鞋面都是会突出于整个中底的 这样看起来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然后后面是这样子 大概就这样子 看这一块区 它会突出来很多 然后后面再打就是内线分球给我 我到上线 因为当时场地有点挤的 然后后面还有个队伍 这种小全场也在打 然后在那儿发球 我一脚下去 首先是这样落地 然后碰到它的脚后跟 然后鞋会有一个向外走的趋势 那么如果它有个好的防侧帆 那我肯定能够踩着它的脚 要不就是正的往下落来 要不就稍偏一点 然后这双鞋是我碰到它的脚以后 直接就这样顺过来了 然后我的右脚又第二次扭了一下 还好我当时没有说是那种人跳很高下来 我只是简单的脚往后一个跟随动作 然后右脚又挨了一下 所以后面直接就崴下去了 就我生怕出问题 因为我左脚已经崴过了 大家看我是穿着那个库里的那个同款护踝 就是那种6级护踝还是7级护踝 就是有两个很硬的塑料片垫在我的左脚的 所以如果左脚穿着后来打球呢 就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心里会安稳一点 但是没有带这个护踝的右脚呢 就是已经扭了两次了 所以后面就下去休息了 但是总的来说这双低帮鞋 它的一个启动速度 包括抓地力都是挺优秀的 就是它中底的A-Shock缓震材料 确实还是不错 然后外底的抓地力还是不错 但是你要说到它前面的包裹和强度填充感 以及中底的整体的一个工业设计和性能设计上来说 是相当不合格的 我觉得也跟这个整体的设计有关系了 它外面这个是圆的 一滚一滚的 前面这个前辆去特地做了跟那个气垫一样的 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反倒会增加这两边的受力 如果这两边受力一旦增加的话 它就会出现左右摇晃 像包括一些正常的转身动作和 盯人防守动作的话 它都会出现这种左右的偏移 这双鞋是相当相当的不安全的 再加上低帮 然后高帮呢 后面我换上了高帮 整个高帮鞋 我穿上脚会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会好感骤然增多 因为我是从低帮换到高帮的嘛 然后呢 高帮鞋也有个不错 有点就是它能够塞下我那个 相当厚重的护踝 这是很少高帮鞋能够做到的 然后穿上脚就感觉嘛 前面这个有点击脚对吧 然后长距打了 长距打呢 抓地力会相较于低帮来说稍弱一点 但是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准 但是有点呢 就是它内侧部分是一个偏直角的造型 所以在登地的情况下 感觉这边受力还是比较奇怪的 就是感觉你踩在一条线上去突破 这个外底和中底这边造型设计呢 其实还是可以考虑 在做宽的同时把纹路往上再做一点点 然后就是 几个又发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就是我穿的是精英瓦 算是比较厚实的了 对吧 就厚度各方面都还不错 但是它前掌部分的空间 确实纵向空间太小了 我穿它打了三场 三个十球 就是三十球以后 我的脚趾头在里面感觉到一定疼痛感 就顶得痛 尤其是右脚部分 左脚部分感觉还好 右脚部分顶得非常痛 然后忍着痛在那边打 你又不好意思说 哎呦不好意思下去换个鞋 对吧 然后打完以后 觉得我脚有点痛 对吧 这个袜子一脱 我发现我的脚趾头上面的皮被磨掉了 就是我穿这么多球鞋 这么多球鞋 我穿其实很多很多双 第一次出现脚趾头上边的皮被磨掉的情况 我想如果再穿穿薄一点的袜子 可能更打脚的袜子 我是不是还要多磨几层皮才会舒适 包括像Feeling他穿过程中 有个说 嗯这个鞋有点脊脚 这双是43的 这双是42的 它还要比42的脊脚 这双鞋有兴趣的话 应该是买大一码 像包括我好像看 像那些网红球员去打药风的时候 他们穿的也普遍是高帮位主 穿低帮的球员会比较少 就是他们在选择鞋的过程当中 也会考虑到说 这种可能穿上去 会有疏伤风险的球鞋 他们是就算是品牌方 赞助的比赛 他们在打也不会去选择低帮 就是我看高帮出镜的几率 会比低帮多很多 但是这双呢 如果我真的建议你如果买了它的话 就不要去打强度比较高的比赛了 拿着去偷偷篮还是不错的 然后关于这双高帮呢 只要你能够去专门店试一下 因为这双鞋本来就不贵对吧 你专门店试一下 买到一码或者一码半 如果这个前面还顶脚的话 那证明这双鞋是不适合你的 但如果说你高帮穿的比较合脚的话 算是至终求好这个选择吧 因为这双鞋其实 也没有说特别好了 它耐磨也是个小问题 我们在塑胶场里打过以后 它这边的纹路就已经磨得有点差不多的 如果是水泥地的话 我估计撑不过几个月 它就要受请正中 就要拜拜了 然后低帮鞋呢 就相对来说耐磨会好一点 外地的硬度是要比这个高帮的硬一点的 高帮是可以摁下去的 因为它裸露的部分还是比较多的 这两款鞋综合来看的话 都不能算是性价比特别突出 并且适合大多数人群的一双球鞋 如果你喜欢这个颜值 想打球选高帮 然后想去日常穿着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你选这个低帮 强度不大 都是能hold住的 然后这两双鞋呢是安踏送给我们的 包括还有些篮球套装 然后应该有个四五件吧 就加起来 肯定有五六个差不多 那我们都会抽奖送给大家 然后这双低帮呢 因为它真的是不太适合 就是各种打法的人群都不太适合 强度高的 所以说我们就送出一双能够应付实战比赛的高帮的耀锋 然后大家在我们这个视频下面三连吧 我也希望安踏能做出一双比较好的球鞋 毕竟这个耀锋一呢 评价也不是特别高了 就是靠扭是这个问题 但是它综合字数 数字是要比这双耀锋三高的 或者我如果排去的话 耀锋二是综合数字排第一 然后就耀锋一再就是耀锋三 我的排序会是这样的 高帮的话呢 耀锋二的高帮是差的有点离谱了 那么这双是要比耀锋二的高帮好的 说高帮球鞋耀锋系列最好是这双 然后低帮球鞋最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耀锋二了 好 本期节目呢到就结束了 很久没有品牌说给我们送点东西了对吧 这次也是跟大家互动一下抽货奖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三连一下 然后包括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更好玩的节目 在等着大家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结束了 说了一大堆对吧 这双鞋确实让我有点失望 期待他们后一年能够做出真正不错的产品 希望安踏的朋友能够看到我这期视频 好 不多说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